众所周知 苏联解体后 最大的加盟国 俄罗斯正式宣布独立 最重要的是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 综合军事实力 位居世界第二 在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器库的同时 也具备了和美国继续分庭力争的实力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工实力 但发展过于极端 导致国内轻工业低迷 离开苏联的实力 在苏联这个大型母体之后 显然有些吃不消 普京执政之后 俄罗斯近十几年发展还不错 但GDP总值也不太乐观 貌似始终难以搞上去 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俄罗斯2020年GD欧为1.4万亿美元 对于这个全球最大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账面数据显然难以交差 要知道 我国广东省2020年GDP约合1.6万亿美元 一个省直接甩了俄罗斯2000亿美元 数据的背后又藏着哪些真实原因呢 21世纪初期 在普京的正确带领下 以能源带动经济为主发展模式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飙升 俄罗斯在当时每年GDP增长 可以达到7%左右 2013年 俄罗斯GDP总值已经来到了2.29万亿美元 随着世界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的形势 俄罗斯仿佛又走了老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终点依靠能源又和曾经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当全球能源出现暴跌的时候 俄罗斯经济自然会随之下坠 商书介绍中提到俄罗斯作为苏联最大继承者 自然也将与美国竞争的任务继承了过来 在美欧经济的强势制裁打压下 银行能源房屋等企业以及相关人员的资产冻结 禁止交易等等政策 使得俄罗斯与美欧彻底脱节 如此这般的打压交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抵抗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俄罗斯自身的问题 苏联时期加盟国分工明确 以苏联为中心 基本可以呈现强国形象 但四分五裂后 俄罗斯貌似只有卖资源和军工装备的能力 没有做到彻底的改革 导致俄罗斯基本没有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 最后不得不提新冠疫情 2020年全球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很多国家经济大幅度缩水 根据媒体消息 俄罗斯多地爆发游行集会活动 支持反对派人士纳瓦里内 如此这般的大型集会 势必会对控制疫情传播造成巨大的影响 外加低油价时代的困扰 俄罗斯目前可以说是外优内患 天时地利都不帮忙的局面 令人担忧